那么后台试图写完之后 下面结合前端 你点击 这个A标签 你点击的时候 他就应该往我的后台去发一个请求 所以我们需要在前端这边 去找到这些对应的A标签 找到删除 是不是就他 那么现在你看一下 找到A标签 找到谁呢 注意 在这边点cutlistdd 找到这些ULcutlistdd 然后找到看在listdd里面的谁呢 子元素 children 然后呢 点COL 08 这个里面是不是他的子元素有一个A 然后点children 写上一个 是不是这些删除在标签 点击的时候是不是click 执行一个方法 那么其实这边把它 拿过来放到我们的下方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就是 删除 购物车中的 记录啊 删除购物车中的 记录 那么这个话就绑定这个A标签 删除A标签的点击事件 执行一个 对应的 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呢 需要做的啊 就是在这里面 后台 那么 说呢 需要呢 去传过来这个商品的ID 那我就要想办法去拿到我要删除的商品ID啊 获取 对应 商品的 ID 那么这一步的话你就看到啊 在我们这边 那么既然呢 这个A标签是他对吧 上面的ID呢 你看到啊 你在这里面的 dollar this呢 就是这个A标签 所以呢 通过dollar this去找啊 在这里面 删除就是 dollar this 找他的parents parents啊 谁呢 UL 然后呢 找UL里面的这个nama 找UL里面的nama少对吧 fun呢 点 nama 少 然后找到这个imput的对吧 你已经找到这个UL里面imput的 所以呢 我要获取他的这个自定属性 ADDR写上一个sq的ID啊 好 把它拿到 这是不是你就拿到了 就通过他啊 去拿我们要删除的这个商品的ID 那么你在这边你要做的就是拿到他 拿完之后呢 写上一个sq的ID 好 拿完之后对吧 我就可以删除了 删除之前呢 我还是要把这个csf呢 给他拿出来啊 csf 那么 这一步的话就在这里面 已经写好了 所以在这边呢 csf 然后呢 组织这个 参数啊 直接呢 在这边把它呢 获取到 对吧 获取到组织参数 我只需要传谁呢 我传这个sq的ID 我再传这个csf 没得到组织啊 其他的我就不需要传了啊 你把这些参数组织好之后 下面呢 发起 adx post 请求对吧 i post 请求 然后呢 访问谁呢 访问我们的 cut delete 好 传递参数啊 对吧 传递 参数 包括我们的sq的 ID 好 只需要你去访问就行了 到了点 post的 然后呢 写上一个cut update delete啊 cut delete cut 斜杠 delete 对吧 传参数传的是 paramuse啊 最终 执行一个回调 对吧 那么在这回调里面呢 我们说最终删除成功之后 给你返回的是这个 3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需要呢 去判断啊 如果这个data.res等于等于 3的话 代表这个 删除 成功 那么既然删除成功的话 我要干嘛 页面上的UR元素 是不是要移除 对吧 移除啊 就在这边 你需要呢 去 删除成功 那么 我们需要做的是 移除 页面上的 UR 移除页面上 商品所在的 UR元素 商品所在的UR UR元素 那么这个 你怎么去拿这个商品所在UR元素 你注意啊 我如果直接在这边删的话 你在这个 这个时候你在这边的这个Data.res呢 它就不是这个 A标签了 它不是这个删除的A标签 那么 你怎么去拿这商品UR呢 我可以呢 在外面 我先获取一下 获取 商品的 商品啊 所在的UR元素 那么在外面的话 你这个Data.res 你就可以 它管不到啊 直接Data.res 就是这个 删除的A标签 它的复籍的UR呢 就Parents 写上一个UR 最终呢 我把它保存一下 直接呢 是SQ UR 好 这里面呢 就是商品所在UR 我要删除它 直接 SQ UR 删除 点REMOVE 注意啊 这里面有一个REMOVE REMOVE的作用呢 是移除自身 包括它的子元素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点M PT 这个方法干嘛呢 这个方法是 只移除它的子元素 不包括它 本身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是要 删除自身 包括子元素 是使用这个 REMOVE 那么移除之后 对吧 然后删 如果成功的话 我要移除 移除完之后 那你考虑一下 你一删除成功 对吧 你下方呢 这个要不要动 这个要不要动 还是经过这个判断 对吧 没选中 我就直接移了 你是不是还是不要动 所以呢 你还是要经过判断 在这里面 我们同样的道理 我要 获取 S 获取我们的SQUL中 UUL中 这个商品呢 选中的状态 其实呢 就获取它里面 切kbos选中状态 SQUL 点 Find Find的谁呢 切kbos 直接是checkbox 它的属性 proper 写上一个 check的 或许它是否被选中 如果被选中的话 我就要 我就要变了 如果 如果这 is checked 如果我们的 is checked is checked 如果为真的话 说明 是不是被选中了 你被选中的话 你这个页面 是不是叫更新 所以呢 更新页面信息 调函入 更新页面 信息叫做 update page info 好 否则 对吧 我是不是什么都不做 对吧 否则我什么都不做 但是呢 不管你有没有被选中 我这个数量是不是要变 你一删 购物车里面数量肯定变了 你要变 那么这个数量在哪呢 没有 跟我们 刚刚更新一样啊 在后面再给它加一个 获取一下 对吧 把这段代码呢 给它 拿过来 然后把总件数呢 在这边呢 给它 计算一下啊 计算一下之后呢 我再给它发过去 写上一个total counter 就等于我们的total counter 好 这样的话啊 我就可以呢 从里面拿到这个值 删除之后呢 我们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设置 直接呢 是重新设置 页面上 购物车中 商品的 总件数 好 这个的话 其实呢 就是 $点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 这里面写的 设置它的总件数的话 看到 是不是还这个 把这个东西呢 拿过来之后 这里面呢 $点total 这里面设置的值呢 就应该是我们 data里面的 这个total counter啊 因为这个data里面 totalcounter 最终呢 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这个 总件数 我给你发回来 你要做一个相应的 设置 好 比如说 当你呢 不等于3的时候 说明你删除失败 对吧 删除失败呢 我的页面就不动 我直接把这个错误信息呢 给你 弹一下 让你看一下错误信息啊 写上data点 error message啊 那么 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 删除购物车记录 前端的 这一个函数啊 我只需要把这些东西 获取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呢 去发请求 然后呢 根据你返回的值呢 我就可以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 处理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 你在这里面呢 直接点击这里面呢 刷新 比如说 我刷新之后呢 我要删除一个 对吧 我要删除谁呢 我要把它删掉 删除 它是不是没了 你再刷新 它也没了啊 这个购物车记录 其实已经删了啊 那么删完之后呢 这个数量 其实发生变换了 比如说 我不募选它 我再把它删掉啊 你直接 删除 好 下面是不是没动 上面是不是动了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删除啊 我们的一个删除 这个前端的 这个GS啊 基本ו 没 Estados 了 我们做 感谢观看